1月25号好莱坞大片《死士2》,《我爱我家》和国产大片大真探货桑,同日上映,但两者间的票房表现,却是天差地别。 截至1月28号16点,《死士2》,《我爱我家》内地票房已经突破了1.63亿,胜婴四天拿下了四天的日票房冠军。 在春节档大片来临之前,这部《死士2》在内地保持票房上的领先地位,扛起国产片大旗的,则是白蛇,缘起这部国难口悲之,纵靠着观众的好评,顶着了《死士2》的巨大压力。 截至1月28号16点,电影内地票房突破了3.08G,28号台片为17.1%,单日票房为980万,紧随《死士2》的1257万,夺得单日票房第二,而且营运有反超《死士2》的趋势,而本来被寄予对抗一次《死士2》,《我爱我家》的大侦探货桑,25号首映日就开局不利, 紧拿下了319万的首日票房,之后票房台片加速下跌,截至28号16点,电影上映四天累计票房只有569万,其中28号的台片,只有3.3%,单日票房仅为36万,基本上被电影人和观众,抛弃了大侦探货桑的票房惨大,对于电影主演韩庚打击,是不晓得按现在的话来说,韩庚是小心肉住道, 滴滴道道的流量明星,虽然出道了已经有14年,但真正快智人口的代表作几乎没有,近年来,人气已经大不如从前,但一部前任三,似乎让韩。 更翻了身,这部2017年上映的爱情片虽然质量口飞一般,但拿下了19亿,是当年的年度票房前十,也是内地影史票房第十五。 对于韩庚来说,这部前任三来得很及时,韩庚已经34岁,再制作小鲜肉也有点不合适。 前任三虽然票房大爆有一定的运气成本,但19亿大片男主在话语演员中还是少数,加上,韩庚微博,一两还有5300多万的粉丝。 如果转型做实力派演员,还是非常有优势的可惜,前任三之后,韩庚主演的三部电影,口碑票房都铺了前任三之后,韩庚紧接着上映了一部《寻找罗曼》,作为一部涉及同性恋题材的片文艺电影,票房只有401万,其实不算什么大事,毕竟文艺片是刷口碑刷奖项刷演技的。 可惜电影《豆瓣》评分只有4.4分,电影的同性恋只是噱头,而韩庚的台课和演技受质疑,而2008年,韩庚还在映了一部《寻找罗曼》游戏,这次电影为商业大制作,除了韩庚,还请来了《丰小月》、《李月》、《山下志九》、《廖启志》等明星加盲,在片房竟然只有9618万,豆瓣评分3.9。 在片中韩庚看不出丝毫的演技,导演完全把其当成了花瓶,连剧照都皮癌似,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而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《大侦探货桑》,《大侦探货桑》投资建议,韩庚、尹正、张慧文、刘嘉玲、郭小冬等明星众多。 侦探推理 电影对于演员来说,也是极为好刷演技刷人气的,不过导演可能是韩庚的铁粉,好好的探案电影变成了韩庚的个人时装秀,浮夸充满了整部电影。 看剧照你敢相信这是一部民国背景的电影,恐怕多数人是以为韩庚刚才含过下飞机回国吧,连续三部烂片霸屏对于韩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,甚至已经有影迷给韩庚贴上了烂片加美演技的标签,看到其主演的电影就自动热开。 对于一个急需转型的演员来说,这种口碑是很惨的,虽然拥有5300万粉丝,但投资方肯定会对韩庚的号召力产生疑问。 当然我们也能发现三部电影,都是在2016年2017年左右拍摄完成的,之后一直被血藏。 这段时期正是韩庚的低潮期,只不过前任三大火,才让这些电影重剪天日。 前任三之后接拍的电影,才是韩庚真正的表现,不过2019年韩庚即将上映芯片中工。 不得只有一部《真三国无双》,《真三国无双》,由同名游戏改编,游戏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康大的粉丝群体,可以说是一个超级大单批,因此,电影主演阵容也是极为豪华,王凯,韩庚,吴庚,吕良伟,杨又宁,刘嘉玲,古天乐等人气偶像和实力派演员。 云集不过电影的导演周显阳和编剧杜郎,同时也是大侦探货桑,的导演和编剧,估计两部的电影的助创团队,应该是一个,看完了,大侦探货桑。 影迷对于《真三国无双》期待度,恐怕会大大降低,对于韩庚来说,《真三国无双》。